乘客一個一個排隊搭公車 現在每個乘客搭車 口罩通通不離身 因為在高雄搭公車 強制規定要戴口罩 強制戴口罩政策 6號在高雄首日上路 公車上除了貼叮嚀告示 跑馬登也強調搭公車戴口罩 公車站人員也隨機在後車站巡視 發現沒戴口罩的乘客 立刻上前勸道 還貼心拿出口罩一枚 為了加強防疫力道 交通局也祭出重罰 只要民眾不配合戴口罩 不管是搭公車小黃 甚至搭肚輪 不聽勸導 不但可以拒載 還能開罰3000到15000元 高雄捷運為了加強防疫 也新增防疫助手 全自動紅外線體溫檢測器 裝在票閘口上方 民眾進站前體溫幾度 透過螢幕一覽無遺 譬如說我拿了一杯熱的飲料 好 走進來這個區域 好 這時候呢 它就會馬上在螢幕上面 就會顯示說 我的體溫過高沒有辦法進入 只要體溫異常 乘客就無法進站搭檢運 得透過站務人員 手動量體溫 Double Check 透過科技防疫 守住第一關 讓傳染風險再降低 記得財商集黃世雲 高雄報導